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小灯笼。 使用红色的260一条,黄色的260两条。 先从黄色的260开始。 不用冲太多气大概两下就可以了。 先扭大概4公分单泡。 4公分要扭两个。 然后将这个单泡做成双熊耳结。 剩余的这边可以先剪掉。 打个结。 先放在旁边。 接下来把剩下的这一段再冲一点去。 这个泡泡一样是4公分两个。 做成双熊耳结。 这时候尾巴。 轻放一点气。 可以打个结。 把它缠上去。 盘成一个环。 放在旁边。 再拿红色的260。 后面预留大概10公分至11公分这个范围。 一开始呢。 拿任何一个。 双熊耳结都可以。 然后把它缠绝上去。 然后把它缠绕上去。 轻捏一下。 抓4个指幅8公分单泡。 将双熊耳结再缠上去。 每一次动作前可以轻捏一下。 再来每一个泡泡都是抓12公分。 12公分就是6个指幅左右。 然后缠到另一头的双熊耳结上。 看你后面剩多少气尽量做。 做5个、做6个、做7个都可以。 将它包一圈包起来。 然后调整一下。 末端你可以打个结之后塞进去。 调整一下每个的间距高低。 再把双熊耳结 调在这个两泡的中间。 这样子看过来就会看到4个泡泡。 最后我们用剩余的黄色。 把它折成三等份。 然后我们就把球皮缠上去。 这个多余的吹嘴都可以剪掉。 这象征灯笼的碎。 一个小灯笼,它就完成了。 然后我们就把球皮缠维好。 再用剩余的酸药。 再用剩余的这种香双子。 再用剩余的。 因为这个小灯笼。 现在放开了。 再用剩余的小灯笼。 帮它。